蒋大由三江口偷回一封书信来 交给曹操一看 曹操是当即大怒 立刻升仗 就把两个水军猪的蔡茂张云给斩了 当曹操看见蔡茂张云人头的时候 哎哟 他全明白了 我中了周郎的记忆 上当了 可是曹操呢 又不愿意认错 两边的文武重将都觉得奇怪 蔡茂张云操练水军 练着好好的 人家也没什么错处 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 张辽过来一问 曹操晃个晃头 哎 文元 你等有所不知 蔡茂张云 曼国军机 李当咱手 他耽误了我的事 该杀 哎呀 城下 现在正在用人之际 杀了蔡茂张云 水军 有何人同待 哎 嗯 曹操听到这点进头 让毛戒 于静 统吾帅水军 说着话 哗哒把大令扔下来 于静和毛戒 接令在手 俩人互相看了看 又瞅着瞅 曹丞相 心说丞相 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角啊 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 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 这能行吗 嗯 曹丞相免然沉浸 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意思 好像是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些人 你们好好的去练 尊灵 俩人不敢为令啊 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 这时候蒋盖 站在帅岸旁边那背着手 撇着嘴 喝瞧他那神奇劲 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 心说丞相 我可立了大功了 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 拿回来这封书信 再过个三天五日 您呢 就要丧命于 蔡茂张吻的刀下 他瞅着曹丞那意思 您得想过点什么呀 曹丞狠狠瞪了他一眼 退炸 啪 把袖子这么一担 曹丞相走了 蒋盖没明白 这怎么回事啊 这就等于赏了我了 这位蒋盖先生 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 他万万也没想到 这是周瑜的遗迹 周瑜这记可太高了 自从蒋盖到三江口一说 求见周瑜的时候 周都督不是正在大仗里和文武 商议破敌之际呢 他听说蒋盖来了 他乐了 说是说可到了 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 说必须如此如此 这记就开始了 所以周都督在中军打仗 盛宴这位蒋盖蒋子毅先生 那都是安排的 最后都督喝的大醉 那是假醉 周都督清醒着的呢 跟醒着一样 这位蒋盖呢 倒是没喝多少酒 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 其实呢 昏昏庸庸啊 他就跟做梦一样 半夜的发现 帅干上有这封书信 实际这封信 哪是蔡茂章云写的 是督督周瑜写的 他当个宝贝似的 由三江口把这封信 偷回了曹营 这位蒋盖先生 他就不想想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 尤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 偷起了书信 走出圆门 过水寨走汉寨 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 这怎么回事 那是终于事先安排好了的呀 诚心实意的 把蒋盖放走 所以他就这么太子平平的回来了 把书信交给曹营一看 曹营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啊 人称他为士之奸雄 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 曹营曹营的心理 他说了太保章云的时候就很勉强 这样的降将谁都烦 是个赖皮狗软骨头 没有要这样的人 但是曹营就把太保章云给收下了 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 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 一个劲地告诉曹营 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植物 曹营是利用这俩人 让他们操练水军 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 我再把这俩人除了 本来曹营心里就刻印这俩人 就是烦恶他们 现在再一看这书信 他当时一个猛装劲 就把蔡璋给斩了 杀完之后曹营明白了 但是按他这个身份 和他这个为人品行 他是绝不认错 他还能赏蒋干 所以蒋干呢 傻瞒瞒脸子在这儿站了半天 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 曹营就把蔡璋章云一杀 看马就暴戒了三江口 都督周瑜一听 啥哈哈大笑 我记忆成 蔡璋章云已经被除掉了 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据说现在曹营 换了毛戒余劲为水军都督 毛戒余劲呢 确实是曹营手下的两人名将 像这样的名将 再有个十个八个的当水军都督 恭谨何惧 我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们都不会水 不识水性 焉能水战 周都督心里他甭提多高兴啊 他特别高兴的是 我居然这一记 能够骗过了曹萨 骗过了蒋干 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 也没有几个能识破刺激的 恭敬刚想到这儿 哎呀 慢来 他打了个愣神 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 谁呢 中阁孔明 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技机关呢 恭敬想到这儿把紫静叫过来 他让紫静到江边去他 去问问孔明 看看这位孔明先生 能不能识破此地 然后回来报于我之 遵命 紫静领命就奔江边来了 来了江边一看孔明先生 正在船上那盒坐着呢 紫静赶忙上船十里 孔明先生 最近军务多忙 我也没来问候您 也很少来请教 这真是少掌不少见识 请先生您多多见谅 孔明先生微微一笑 紫静 何必这么磕涛呢 你看你不来啊 我还想要到大营去呢 哦 孔明先生去找我 不是 我是去给公锦贺喜呀 啊 啊 盧子静一愣 给我们都督道喜 呵呵 孔明先生 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 紫静啊 都督说一计 骗过了蒋干讲嘴 蒋干从中军长到书一走 曹操能不杀蔡茂张允吗 这两个颇实水性的水军都督 已被曹操所斩 这不是一席吗 如今曹丞相 换了毛剑于晋为水军都督 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 不实水性 他们好歹 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 给葬送了啊 这可以说是二席啊 现在宫锦都督 双席临门 我怎能不到大营中 去道贺一番呢 啊 自惊心想我的天啊 诸葛先生 不是能掐会算 就是未到先知啊 人家全知道了 那我还在这坐着干什么呀 他站起来给孔明实力礼 先生 恶自敬向您告辞 诶 你怎么来了就走啊 哦 孔明问到这盒笑了 大概是都督 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 啊 不不不 孔明先生 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 他让我来看忙看忙您 好啊 子敬 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 曹操杀了太保张云 恐怕他一见太张的手计 当时他就能明白 明白什么呀 他上了周郎的当了 中了计了 可是曹操这个人呢 他又不会轻易认错 子敬你想啊 第一次与都督水战 曹军大败 简单倒收之后 他又错杀了太保张云 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 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 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 请都督早坐住队 多谢先生 子敬啊 算扶了孔明啊 扶着家又扶回来 扶了个来回啊 我告辞了 等等等等 子敬啊 你回到大营去呀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 哎 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 先生 您提醒的太对了 曹操是非来不可呀 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 孔明你害 我不是说这个事 是说呀 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 你别告诉他 公瑾呢 这个人有点嫉妒 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 他会恨怨我 说不定了 又要加害我孔明 又得给你呀 找好多为难 你明白了吗 子敬 哦 先生 您放心吧 这我记下 我跟您告辞了 改天再来看望您 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 鲁肃就回了大营了 他一进大帐 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 子敬 你回来了 参见都督 落座讲话 写作 子敬坐在这儿周瑜就问他了 子敬啊 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 我见着了 孔明怎么说呀 都督 他说早就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 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 嗯 公金点头 孔明说得对 我已经想过了 他还说什么 他还 你这么说他 他看没看破 我骗蒋干这一计 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 孔明先生告诉我 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 鲁肃为难了 因为他这个为人呢 不会说谎话 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 这是一 再者说呢 他跟公金呢 相交甚后 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 紫敬和周都督 关系最为密切 两人是好朋友 我不应该瞒着他 呵呵 都督 他给看破了 他还要来给您倒洗来呢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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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 有一句说一句 一句没落 在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 他都跟都督说了 说完之后 紫敬一愣神 怎么了 他看公金呢 目不转睛的瞅着他 都看呆了 都督 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 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俩下 您看 咱们做的这些事啊 他就像在旁边一样 他都看见了 所以才要来给您倒洗 都督 您说孔明 是不是了不起呀 周瑜听到这儿一挺身 站起来 哎呀 只见公金都督把拳一断牙一咬 哼 此人是非除不可 啊 紫敬一听 除谁啊 都督 孔明 要不把孔明杀了 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 这人太厉害了 非除了他不可 嘿嘿 紫敬听到这儿咧了嘴料 你看看 果不除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 如果把实话圆圆等等都告诉都督 都督非忌恨他不可 一定得要加害他 果然来了 我说 都督 您不能这样做呀 人家孔明先生 是一番好意 您看看 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记忆 咱们应该高兴 这叫英雄所见乐同 再说 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记车看破了 人家还嘱咐您 让您家的草草的小心 恐怕他到三江口来 要与您决赛 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 人家要比咱们强啊 咱们就向人家学 人家要不如咱们呢 咱们就帮到人家 哪能 这人家比咱高 咱要杀人家 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 这不让人嘲嘲 耻笑咱们吗 嘟嘟 您千万别这么干 哎 公斤摆了摆手 紫敬 你至管放心 我绝不能让咱们 江东落害贤之名 这次我要杀孔明啊 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 把他杀了 紫敬越听越生气 怎么 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 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 哎 嘟嘟 咱不知 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 你就不必多问了 明日一早 我要据文武 议论军机 你亲自去 把孔明先生 给我请到大上 哎 紫敬叹口气 嘟嘟 但愿得 你以国家为重 战局为重 要首相 留情 说完了 鲁斯走了 第二天 周都督一声仗 鲁紫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了 公警都督 先请先生落座 然后 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 军务事都处理完了 都督这才问孔明 先生 恐怕曹操 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 他还要来到三间口与我决战 那么这再次水战 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 那意思就是说 用什么武器打呀 怎么个打法啊 孔明先生想了想 公警都督 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 公警点点头 先生说的是 不过现在我赢中弓箭缺乏 这凋零箭太少了 我想有劳先生您啊 为我兼造凋零箭十万只 你我各位其主联合破槽 静望先生不要推测 你别不答应 孔明听到这儿看了卢紫静一眼 心里说紫静 你看看 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 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 千万别跟他说 你总跟他说了 这不来了吗 都督要让我造箭 这哪是让我造箭呢 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 孔明这一看卢素啊 紫静有点吃不消了 刷的一下脸就红了 他把头一低 没敢看孔明 这时孔明先生冲着周瑜都督一共手 都督既然这样以重任相伪 我怎好推辞呢 我可以尖造 打十万只凋零剑 但不知都督 需要多少天期限 那就是说你让我什么时候 把这剑交给你呀 公己一听 心说行了 孔明 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 你只要答应 你就跑不了了 先生 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为节 不能干物 我想给先生您十日之限 您看如何 没等孔明说什么 卢子静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 心说肚肚 您可真行 这不是害人吗 这不是 十万只凋零剑 十天打击 就是咱们全军五六万人马 什么甭干 一块走 也不可能 比方这么说 那也得个个月七成的 那叫十万只 你管够料呗 可是鲁肃没法忽拦呢 他只好动大了两个眼睛 看着周瑜 那一次都督 您不要这样 可周都督 不看自禁 他就冲着孔明说 十天县 你说行不行 这时鲁肃啊 轻轻的冲孔明先生 摆了白手 那意思 先生 你别答应 十天呢 半个月也打不出来 不能用这拆事 孔明先生 看没看见 紫禁冲着白手啊 看见了 他冲着都督 微然一笑 都督 十天县 打十万只凋零剑 周瑜一听事啊 如果说您嫌县期短 咱可以再展现几日 日子如果不够用 咱再宽限几天 孔明摇了摇头 不不不 正像刚才都督您说的 曹君 即日将至 落后时日 必务大事啊 就是说 打这十万只剑呢 等十天 那得耽误多少事啊 曹所说不定来会就来了 这日子太长了呀 哎呦 把紫禁给气的 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 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 还是明白啊 十天煎到十万只剑 根本打不出来 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 周瑜听着高兴啊 那么大不知先生 几日献为好呢 七天您看怎么样 您说的对 别误了大事 咱们缩短三天吧 孔明先生又摇头了 不行 还是多呀 哦 和周瑜这痛快 他右手一掏至极围 上下打量打量孔明 先生 五日如何 五天怎么样 不不不 还是多呀 紫禁气的呀 要去大帐里边逃出去了 简直脑袂要报仗 陆苏一想 这人要是找死 可也没办法呀 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 您怎么还一个劲的缩短限期呀 周瑜听到这挺身 站起来 哎呀 先生 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 都督 你让我孔明 兼造凋零剑 十万只 我说三日为家呀 三天线 我把这剑给你打齐 这句话 把周都督给说愣了 愣磕磕半天 没说出话来 孔明先生 常言说 君无戏言 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孔明先生也正言利涩呀 周都督 我孔明 愿立军令状 我给你写下字句 拿脑袋打赌 周瑜这高兴 心说孔明啊 这可是咎由自取 祸福自寻呐 我给你十天日子 本来很少了 你自己要三天 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 开玩笑 拿脑袋闹着玩 都督立刻分布 笔墨 策祸 君政司 赶忙拿过来笔墨烟 只见孔明先生 提笔在手 刷刷刷 把军令状写完了 交给了都督 恭敬接过军令状来 把墨迹吹了一吹 啪啪一叠 本 揣刀里了 多么重要的军令状 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 唯独这份 周都督把它带起来 可见此状之重 都督白手散仗 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 是制酒款待 在酒席宴前 都督还叮嘱了几句 说是与曹军决战 破败眉睫 望先生能客气交界 说这次曹操啊 已经红了眼了 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 把他杀得大败 最近简单到输之后 他又死了两个都督 蔡茂张云 曹操能不生气吗 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 是说打就打 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 这十万支箭有三日交期 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 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 我恭敬 是必有重谢 孔明威然一笑 都督 请您放心 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 由明天算起 一二三 三天限 限期已到 请您派五百军校 到我的别营 是江边取箭啊 到时候你把人打回来 把箭往你的大营里头 这么一搬 就算完事 嘿嘿 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 周瑜觉得有点奇怪 孔明先生还不多喝 喝了几杯 把酒杯这么一推啊 都督 我跟您告辞了 哦 宋先生 周瑜带着紫敬 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 只见这位先生 手这么一背 大摇大摆的走了 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 望着先生的背影 真有点发呆啊 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 紫敬可就问了 我说 都督 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啊 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 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 还是昨晚上 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 宫敬一听主经理说了些什么呀 这都挨不上 他给我李君灵状的时候 他并没喝酒啊 要是这么说都督 那三日怎么能交得起十万之间呢 这简直是胡说呀 哎 紫敬 那我就不管了 因为有君灵状为凭啊 我也没逼他 你一直就在这儿 开始我给他十日献 他嫌多 那叫我怎么办呢 哎呀 都督 这孔明先生这人 我真有点猜不透 这不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都督 您看这样的 您别跟他较真 又把他饶了算了 宫敬一听把脸沉下来了 紫敬 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 空口无凭 立字为正 我并没有把这孔明的手把 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 可也真是难说呀 鲁苏没词了 这时候 公锦三复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 告诉他 打造凋零箭所有应用之物 比如箭杆 灵毛 漆 胶 铁 要缓慢支付 这些原料别一打准都给他 我看这十万只凋零箭 他拿什么打 军将司喊一声尊令 退出大帐去 攻锦都的冷笑一声 心说诸葛孔明 你就是再有道准 乾坤之术 也难逃 活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